- 手护有恆愛 - 手护有恆愛 這裡是單飛來了 我是單飛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 守护有恆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克摩島這邊 有個隱藏的任務 跑完這任務 就可以獲得一個成就 跟一個隱藏頭試 這是在右邊的任務欄 所看不到的 如果你還沒解這個任務的話 就讓我們一起來 解鎖這個成就 跟獲得這個頭試 獲得了以後我們再一起來看 好不好 首先的話我們第一步就是要來跟 辛拉格他躺在這個躺椅上面 他的位置就在克摩島的右上角 大概是四點鐘的方向 他不會顯示出任何的提示 所以你過來只要點選這個PC的話 就可以開啟這個對話 在他身上獲得了一個空瓶子 現在的位置是在這邊 順便把他解鎖他的拍照好了 辛拉格的假期 我們再去第二個位置 好那我們現在去第二個NPC那邊取得物品 其實蠻好認的啊 因為就是如果你把名稱打開 其他NPC都不會有名字顯示 結果他有 所以我們來點選他 就找這個HoneyNPC一樣跟他對話 他說就是要把我們的瓶子交給他 他會拿墨鏡來跟我交換 我現在獲得了一個墨鏡 現在呢再去找第三個NPC 找中間這位貝奇對話 唉唷這貓女就在這裡耶 可可 他叫可可耶 給他墨鏡 然後他會給我一個錢包 欸 遊客掉落的錢包 用我交換是不是 這貓女可以耶 欸 虎王走開啊 走開 他是我的 欸 虎王走開 用畫面裁切的部分 看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 欸 可以耶 這貓女可以耶 可以出這位可可NPC的實裝嗎 欸這真的可以耶 這一隻這一隻 可以抓得到寵物嗎 大家這三隻 喜歡哪一隻 從左到右 莉莉1 貝奇2 可可3 有沒有大家跟我一樣選3的 選3隻可可可以啊 很可以啊可可 然後莉莉也不錯 1號莉莉也不錯 但是 還是可可正 好我們現在解到第幾個 整個忘記正式 好 我們現在去第4個NPC 第4個NPC就是村長 該不會這錢包是村長掉的吧 好丟失的錢包 突然就是他 欸你這麼可愛的錢包 怎麼可能是你掉的 裡面的錢呢 裡面的錢呢 算了算了 然後疊他給你一顆石頭 欸 就這樣 是玉對不對 讓我賭石 可以切一下 切到滿綠 切到帝王綠的就發了對不對 特別的石頭 感覺就是要騙外行人的感覺 然後再去第5個NPC的位置 在這裡 看一下旁邊有名字的 就有可能 喔就這個 很大隻的這個阿爾泰 我是勇士團團長阿爾泰 保護克摩島是我的職責 這邊的神美觀比較不一樣啊 他是第一美男啊 克摩島第一美男啊 受得了 這邊的館長就對了 克摩島的館長 你看這石頭 石頭換一個項鍊 欸這個阿爾泰項鍊 加遠距離傷害的 遠骨裝備對不對 遠骨副手裝備對不對 再去下一個NPC 就在這第一個美男的 在上面一點 旁邊有一個這個 卡美亞婆婆 虛邪聖物 從夢境中 可以窺見你的命運 年輕人 然後交換了一瓶秘藥 再來就是去 左下角這碼頭的最遠處 喔對了 經過這裡的時候 就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這個熔解在10月24截止 還有一個月多一點點的時間 大家記得趕快去換 因為現在市場上 已經蠻難搶到的 我看到的話 都是加15 都是一兩百人在搶 所以大家還是盡早 去把它存起來 但我覺得 如果你有把握的話 也許可以自己衝 然後就來第七個NPC 這邊是一個看海的 小男孩嗎 看一下是小男孩 哎呦 怎麼長相很像唐老牙 一個裝扮很像唐老牙的NPC 他戴了唐老牙的帽子跟嘴巴 那隻嘴巴好可愛喔 卡萊奧 跟他對話 然後把力量的命藥給他 他應該會給你一本 柏塔拉尼史詩 換到這個史詩 然後再去最後一個NPC 地圖的正下方這邊 在地圖上打原路副本的這個位置 然後找到NPC 卡米哈 然後跟他對話 你對克摩島的傳說感興趣嗎 冒險者 然後給他這本圖示書 OK 你就達成了這表隱藏的任務 你真是大好人 你真是一個大好人 幫助克摩島島民 發向任務的話 就會完成這個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 熱帶天堂的頭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頭飾 他是全能力加2 物理傷害加3% 存入獎勵是物理防禦加2 生命上限加30 我們戴起來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 OK 他是有髮型的 所以女生戴可能很可愛 有些熱帶的水果在頭上 好 以上就是這次克摩島的隱藏任務 可以解鎖成就 然後獲得了隱藏的頭飾 希望大家有時間的話 就把這個簡單的隱藏任務完成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我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請幫我點讚、訂閱、分享出去 訂閱以後 可以幫我開啟小鈴鐺 將我影片上傳 你們就可以獲得最新最快的更新通知 我的頻道裡面還有更多有趣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下看 那我們下一期見 大家掰掰